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唯老師 哈囉 我是營養師高咪咪 立東之後可能就要吃薑乳鴨 羊肉乳 可是呢 你可以吃得更精緻一點 像羊肉乳 薑乳鴨可以高溜量 高辣 嗯 也高辣 所以呢 今天我們用到一個食材非常厲害 可以稱為這個漢方四大骨餅之一 四大骨餅就是生 龍 葉 貴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用到鹿龍 來當作師傅的食材 那今天我會來吃放三道料理 第一道食材呢 叫做鹿龍 滋補 烏乳雞湯 如果你怕你補過頭 又不知道你適合什麼中藥菜 那你就選這種很溫補的 鹿龍 紅棗 然後還有枸杞 那第二道我們就來做一些 家常版的進步料理 鹿龍酒 麻香 紅錫菇 菇類是不是有多糖體嗎 增加免疫力嗎 對 其實就可以直接講保護力 金鐘罩 還有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鹿龍 它其實因為裡面有一個蛋白多糖 它也是一樣有起到保護力的作用 是 我自己有一個小撇步一定要跟大家說 要怎麼挑就是真正的鹿龍 你怎麼挑啊 其實你在看鹿龍片的時候 它周圍其實是要有一圈白白的 外圈這一圈白白的之外呢 我們中間是要有那種算是有點 小廚 對 微孔洞的那種土質 喔 有看到 所以這種才是完整的一整片 再來就是要去對地方買 不要買那種來路不明 或者是飄洋過海的 台灣其實就有很多在地的鹿龍 其實大人補小孩也要補 對 因為第三道就是一個健康海味粥 小朋友最討厭吃紅蘿蔔啊 花椰菜啊 蔬菜類的這些啊 今天就用小手一樣 把它做去一道非常美味的海味粥 就開始吧 第一道我們要先從土龍 這個小朋友 你要先把你的肌肉先炒過 表面把這些蛋白線淋結 它的甜度才會在這裡面 那最後呢 才會進到我們店鍋裡面 去做一個包的動作 然後重點是今天這一道呢 油不加 鹽巴也不加 還有味素也不加 在過程中 肌肉的營養成本也有縮住 然後它也會釋放嘛 它會融入在你這個糖裡面 所以你不用再多餘的去添加這些 鹽巴啊 味素啊什麼都不用 那我們在裡面放個鹿龍片嘛 鹿龍酒呢 其實就放一點點就好了 到這個提香的作用 本身酒裡面就有一點鹽巴有一點辣 好 那我們已經煎到像這樣 有點表皮就是捲曲了嘛 好 那你也有到香氣了 就可以進天鍋 好香喔 嗯 那就記得外鍋放一杯水 然後我們就丟進電鍋裡面 等它跳起來就可以了 那最後的時候呢 我們稍微放一下枸杞 這個湯整個是蛋黃色的耶 有這個膠質耶 鹿龍的這個氣神儀融入湯底 很濃耶 雞湯就是要喝這種的 你完全沒有加鹽也沒有加油 可是它的香氣就是 必然在 就是在 那我們直接來進入到 第二個道就是這個鹿龍酒 好 麻香草紅喜菇 我們一樣的加油 加油 就把松阪豬放進去 然後逼出這個豬肉本身的油脂 你要讓它表面 都有呈現這個白色的狀態 第一個下去的 除了鹿龍片之外就是蔥 好 那現在我們到這個有蔥巷出來 有 我們要下一些這些菇類的 這些食材其實慢慢在軟化了嘛 那要讓它加速軟化呢 開始要來加鹿龍酒跟鹿龍粉 去做提香的動作 跟所有吃的做組合 那可能觀眾會以為說 你都放鹿龍酒跟鹿龍粉 會不會補過頭 它雖然是一個非常珍貴的中藥材 但是它的補其實算是蠻溫和的 溫和的 我覺得老實講 它的量只要補太多 其實全家大小都可以一起吃 好 那第二道 主題它有一個家庭版的禁服料理 就這麼簡單 你看富含膳食纖維 然後又有松阪珠的少油烹調 搭配優質蛋白質 然後再來就是裡面有鹿龍粉 已經融入在這個裡面了 所以我們鹿龍的好處 像是氨基酸啊 鈣質啊 礦物質鎂啊 全部都在這盤裡面 重點是還有鹿龍酒的提鮮 第三道就是一個海味粥 有些小朋友都很怕說 哎呀 大家看到紅蘿蔔呢 怎麼辦 更簡單喔 打紅蘿蔔泥 所以紅蘿蔔切塊 我們花椰菜就跟著盡量就切小塊 你要營養多切小塊 你要稀有少就要那麼大塊 那我會在裡面 加一點點的這個橄欖油 那橄欖油是為了要 讓這個胡蘿蔔釋放這個一樣成分 讓它炒到軟化這樣 像在看來是有點硬喔 你要炒到它水分出來 那看你的量決定喔 如果今天是煮一大鍋的話 水分可能多一點 那今天有三碗的超米飯 然後拌一下 那等一下它慢慢去做位置的動作 那你有看到有稍微的佐佐的 代表說我的料可以下 對 我們中捲加下來了喔 那它其實有點捲曲狀 接著我們趕快下我們這個 潑好的這個百香的 那我的海生料理都浮上來了 代表它有收穫 那最後呢 我們要幫我們點擊一下 可以吃了 好開心好開心 溫補的精髓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台灣的鹿茸有鹿茸片 還有鹿茸酒 還有鹿茸粉 所以呢 家裡沒有這些東西的 就是去中華民國養露協會的官網 你就可以購買到這些 真正的鹿茸產品 那這個的中華民國養露協會 就是由我們的行政院農委會下去 輔導的共同輔導 全台灣的養露的這個 鹿茸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有保障 有保障 而且吃在地 好啊我剛剛有看到這一個 我覺得 我願意常吃了三分 喔 藝人耶 竟然還可以做成一個下午茶點心 你看 藝有加鹿茸粉 對 所以你就可以一樣溫補之骨 在你的小資上班族的時候 你就拆一包 這個在秋冬 將是會成為你非常得力的廚房助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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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